那就是做一個Fish 因為很多同學我們在做這個測驗的時候 會怎麼樣? 也是帶著有,就是邊得 那會怎麼產生這個瓶頸 我們來試看看 我把這個原始糖我們把它打開 你要做這個單就一樣 出來還是把這個怎麼樣? 命名一下 好,這是魚 然後這是背頂 那因為它是背頂,所以我就比較多的圖層在一起 現在這個魚是增加百五線的 這段沒有問題,大家都一樣 那你的魚,增加它的線是在上面這一層 所以你不要弄錯了 點到它 看你喜歡怎麼游 要幾圈,隨便你 最後總是要回家就對了 好,那現在這個線好了,就把它鎖起來 那麼魚等生我們要做動畫 所以在後面就插入關鍵影格 好,現在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一格魚應該在這裡 最後一格魚要回家 至少應該在這裡 所以中間再把它補件動畫把它做完 好,現在我們先測試一下 有沒有,拜哥有 對不對 那 如果剛剛同學我們講的那個岩上路徑 岩上路徑沒有聽進去的話 你就會想要把它勾起來 對不對 然後呢,你就會看到翻車魚 對不對 它跟路徑一直保持那個角度 那邊跑過來走的時候不是要走到下面了嗎 對不對 所以當然這個魚的岩上路徑就不能勾 那怎麼辦 所以你要卡通一點 所以說走到這裡的時候對不對 是要往另外一邊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我的後面一格 你要加兩格也可以,加一個也可以 它會關鍵 所以你會要改變它嘛 所以這裡我們可以用變形 這個工具我們還沒跟各位介紹 變形工具 變形工具 你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翻過來 卡通一點 可以嗎 所以我剛才會注意到 我剛才這樣的削檔 不是等比例的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削得很準的 你們要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一個視窗 有一個面板 其實又碰過資訊 對不對 但是我現在要看變形 你們有沒有發現 變形不是等比例 88.3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話 我先還原 你要做點下去 但是要注意 我現在是搬另外一邊 所以是負的 負100 有沒有一樣大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說 你在這邊做完的時候 像之前的做的版本 我們現在就 它有正確的 我們做了科學系列項之前 你打負100 它在這邊還是呈現100 所以要特別留意一下 如果你用做版本 好 那你看呢 我們就走 你看走走走 動管 走走走 變軟 變軟 現在是100 你看我們剛剛是負100 回到這邊它還是減至100 對不對 所以你呢 負100 是又回來了 好 所以 這樣會找的呢 會的話 卡通一點 你不要想說 我要看那個3D的效果有沒有 因為它慢慢轉過來 你是不是要看那個效果 這裡有一個 我看一下 我記得之前我有一個 Felish的 不知道在哪裡 好像是 有一個魚的 之前有一個魚的 他就 他也是 Felish的 他就把那個 怎麼樣轉過來 那個部分 他做得很細 他就做得很細 那這個 就給各位參考一下 來 好